我讲过了 没有瑶池积母 就没有卢圣燕 没有瑶池积母 就没有卢圣燕 没有卢圣燕 就没有真佛宗 没有真佛宗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助教 堂主跟我们所有的同盟 全部都不存在 所以我们的根源 可以讲真佛中的根源 就是来自于瑶池积母 那 当然 我还有一个秘密 但是不敢写在书上 我不敢写在书上 我有一个秘密 不敢写在书上 也不敢 跟你讲 也不敢跟任何人讲 这个秘密 就藏在师尊的心中 可以不可以讲 所以你们去猜吧 你们去猜吧